鄭副司長還有陳副司長 科長 局長 科長 諸位長老 諸位老師 諸位修御 大家好 米哥哥 師父 台南萬博士 那我要說明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沒有任何的宗教法 來管理宗教文事 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是政治 宗教是宗教 那我更明確地講 政治是代表政府 教呢 就是宗教 但是更清楚地說 教就是教會 佛教會 或者是耶穌基督的教會 那政治是屬於人的 教會呢 屬聖的 靈性的 這個靈性的東西是屬於 佛教就是屬於佛 佛才能管理我們嘛 佛才能夠固定我們嘛 我們出家人 天主教 就他們天主 上帝 來管理他們 所以 你們用人的角度 來管理我們出家人 來管理修道人 那就不對了嘛 你閉合 你在第58條 100條 1000條 抱歉 就是人 你是代表你政府人 人的事情 聖的性 來 你自己剛才講的 聖跟屬之間 你們基於 聖屬分離 對 聖屬分離 那聖的部分呢 當然是由聖的人來管理嘛 是不是 那我先講完 謝謝 宗教來管理政府 對 宗教來管理政府也有 西方的國家 羅馬 他是政教合一 那 也有所謂的國教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泰國 國教立學 那還有人我想這個部分就不用再多舉 那 其實 跟諸位報告 今天 台灣 所謂的 30年前 20年前的 政治的經濟奇蹟 民主的奇蹟 今天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現在台灣經濟已經不行了 我們老百姓所依靠的是什麼 心理的吧 所以我們是宗教的奇蹟啊 政府司長 我們呢 在民政局 在所謂的 我們內政府呢 登記有案的宗教團體 有幾位 主委知道嗎 22位 22種 不同的宗教團體 應該是 我昨天才上網去查的 代表什麼呢 宗教在台灣是絕對絕對的自由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管理宗教 除了 除了誰 就是每一個 我們宗教人士的自律 還有我們的 依靠的 我們的佛 或者是我們的上帝 所以 用人的這一種 凡夫的角度 也要去管理 所謂的聖性的東西 絕對絕對不合理的 所以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立宗教法 唯獨有一個 什麼國家 日本 日本因為它有 日本的宗教法人法 但是 它的起源來自於哪裡呢 它是因為 所謂的 二次世界大戰 盟軍去日本呢 把所有的日本的宗教 毀掉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平等 他們只保護他們的神道教 所以呢 他們另外立一個 宗教法人法呢 來怎麼樣 來保護他們的神道教 那 諸位 我們今天台灣所謂的民主 來自哪裡 就是我們心靈的自由 其他喔 包括金錢的事情 慈善單位 它是對外募款 但是呢 我們宗教人士 有對外募款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我們宗教人士 都是 啊 師父 這些錢 請你來 做有意義的黨 的工作 有意義的事情 幫助來想的 其實就像一個什麼 什麼角度呢 我們就像 師父只是像銀行而已 接受信徒的供養 我們做公益 慈善 救濟 任何一切 屬於我們 出家裡頭做的事情 符合我們的教育 所以你要 那麼多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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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最艱苦的 是怎樣 過了我們很錢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收入 我們錢五萬三十萬 向門副使長 你也將心比心 我們出家了 沒有任何一毛錢 都 都 捐獻給社會 沒有捐獻金錢 所以 那個五萬三十萬 從哪裡來 他們就來整家了 所以說 我簡單這樣講 因為其實今天來了很多人 都是很關心宗教法 我想 很謝謝 政府使長 你這麼大老遠下來 而且你又 在明正的這個部分 又是有三十年的時間 我想你應該 對我們宗教人士的心情 應該很夠理解 聖的東西 真的是很神聖 那要立這個法呢 真的是 讓我們 宗教自由 受到最大的 傷害跟侵犯 這個 會成為 臺灣之詞 最後 我再送四個字 給諸位 帶回去 臺北 我們很怕的是什麼 會動搖國本 謝謝 謝謝各位師傅 我當然是一個 平凡的人 那 電宗教團體法 是我們 行政上 基於這個 宗教一個事務的 一個需要 精神各界的意見之後 當然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就像你所提到 除了這個民主國家都沒有 其實日本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當然你也可以說 日本是一個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 基本上 從人的角度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在 宗教團體法裡面 對聖的事務 都是由宗教團體 自己來定相關的一個事務 這個我剛剛一直強調 所以 但是 畢竟是人 我們也知道說 絕大多數都沒有問題 但是 各位其實也知道 很多的 這個 也不能說很多 畢竟有部分的寺廟 它的運作上 還是發生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 其實也發生在人的問題 就是說 畢竟還是人 但是聖的事務的部分 我們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 宗教團體 自己來定 但是 其實在宗教團體法裡面 很多是規範的 是一個宗教組織的一些 一個一個事項 那當然 有一些 這個 從自身的一個團體的立場來看 我知道 就佛教界來講 我覺得我們一直都自己來修行 然後也做了很多的一個公益 那為什麼要定一個法律來干涉我們 那其實這裡面來講 就我剛剛所提的一個概念 因為台灣的宗教奇蹟 你所提的 宗教奇蹟 各種宗教都有 各種宗教都有 其實教旨也不太一樣 那你要用現實的一個法律來一體適用 其實真的很困難 那你說 有人說 現在覺得說 監督寺廟條例我們用那個就好 其實早期重要監督寺廟條例 也被佛教界的人士批評說 為什麼只有管佛教教其他不管 所以這是你從兩面來看 就是一個 就是說你從負面的 我可以用它就好 你幹嘛定一個 另外面也可以說 你為什麼監督寺廟條例只管佛道教 其他都不管 那這個部分就 其實不同的一個現象 那不同的宗教 你要有一個 可以共用一個組織的一個特性來處理 其實大概我們講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特性就是說 我們定的也是一個組織的一個架構 但是內容物的這個部分 比如宗教團體 你知道你的教職 就你剩的一個部分你來做歸辦 我們不做干預 那至於說 其實很多有經歷就是說 團體以外 跟社會的一個連結的一個部分 其實大概也在剛剛法師爺講的 我們某某團體等等 但是某某團體 這個部分 管不到基督教啊 基督教他都覺得 我受這個 這個財團法的相關規範 其實都有很嚴格的規定 我告訴你 這個內政部主管的全國性的諸教 財團法 現在所有的賬 每個月 不每一年 這個年度結束 都要幫我們拿那個 財產的土分都要先幫我們 他們有沒有願意說 為什麼別人那麼鬆 我這個天主教基督教的一個 財團法人會拐那麼嚴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從不同的宗教會有不同的觀點 按你基於你的宗教裡頭 然你所這個所說的意見 我都給你尊重 我只是說提出個觀點 民進的一個宗教團體法 是基本上是一個大的一個 這個不同的一個 這個宗教的一個層面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意見就是 要把對各個不同宗教的一個 普遍跟影響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意思說 各位有具體的意見都可以提出 比如說剛剛消息資格的部分 我覺得有具體的意見都可以來處理 好 那我先坐在這邊請各位來繼續